各位欢迎来到赵丽培安 前不久日本警察界发生了一桩小小的丑闻 来自于17个辅道县警察局的21个警察受到了处罚 最严重的三个人受到了匠心和惩戒的处分 这三个人感觉自己犯了很大的过错 所以接受到处分之后干脆就辞职不干警察了 那么这20多个警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 事情要从9年前说起 在2010年位于日本东京的一家出版社想出版一套书 这个书的内容就是讲述警察在升级考试中的各种习题 有点像咱们这种会计考试也好 律师考试也好这种参考书 那么你写这种书你得是专业人士才能写 你别人不了解警察内部的事写不出来 所以这家出版社就跟日本全国的很多警察约稿 尤其是跟一些比较资深人量大干警察时间长的人约稿 要说日本人干事还挺细致 这套书一编就编了七年 在七年的时间内 这家出版社跟超过460个日本的警察约稿 但是咱们也清楚 写稿毕竟得耗费自己的业余时间 写稿你得给人点收入吧 咱们称之为稿费 这在全球各国都是这样的 所以在过去七年的时间 这家出版社向超过460个日本警察 支付了接近一亿日元的稿费 这个钱听起来挺大 实际算算不是这么大钱 你想一亿日元也就是600多万人民币 600多万人民币分给460多个警察 一个人也就一万多 可这是长达七年的时间 日本普通人收入本身就很高 一万块钱对很多人来讲 就是一个礼拜或者半个月的工资而已 它不是什么大钱 但是这在日本就产生丑闻了 有很多人质疑 你这个警察也是公务员 你公务员收受的任何一笔钱 不管是你收受贿赂也好 还是你业余时间劳动所得也好 你这个钱都必须报备的 你不报备你就有问题 所以日本相关部门针对这个丑闻进行了调查 认为有21个警察行为不当 其中有三个人更为严重 怎么定义行为不当呢 因为日本有公务员伦旅法 日本的公务员伦旅法就规定 任何公务员你在任何活动中 只要收入超过5000日元 你就必须向上级部门报备 哪怕这个钱是你业余劳动所得 你也得报备 你不报备你就有问题 咱们清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日本经济腾飞之后 贪腐的事情也很多 那么怎么办 在2000年 日本就通过了这部公务员伦旅法 对日本公务员的行为 做出了非常严格 近乎苛刻的规定 传统的什么 你不能所惠受惠 不能接受服务对象的礼金宴请 这些都有 甚至人家非常详细的规定到 你跟你的服务对象 有一些娱乐行为 打高尔夫球 打麻将这些 你都不可以跟人家分摊费用 那样都有可能产生腐败的行为 正是在这样一部公务员伦旅法的规范下 日本公务员贪污的事情大为减少 减少到什么状态 我们再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咱们知道 在日本打车是非常贵的 普通人平时是不打车的 但是呢 有很多公务员经常加班 加班到深夜 这个午夜有鬼电车都没有了 那怎么办 日本政府就规定 在政府的公务员 如果你加班真的到很晚了 没有公交车了 你可以打车 打车之后把票据留好 政府给你进行报销 这是个很正常的行为 可是在日本 由于这个出租车实在太贵 普通人打不起 所以出租车竞争也很激烈 因此啊 有些这个出租车司机就动了点小脑筋 他们载过一次政府公务员之后啊 就跟人说 哎呀 你打我车好 你打我车 我送您瓶啤酒喝喝 或者呢 我送你一个小蛋糕吃吃 或者呢 我送你一张小的优惠卡 购物券 也就一百二百日元 你想 本身这个出租车利润也不是太高 送不了什么东西 而且人家坐你一次车 给瓶啤酒喝 我觉得也不算什么大事 就这样啊 用这个小恩小惠 拉拢 有可能打车的公务员 把这个名片递给公务员 跟人讲 以后你再打车 你就直接找我 哎 让我挣一下这个打车的钱 这个算行为不当吗 这个也算行为不当 很多日本人就说 你公务员是拿着国家的钱 拿着老百姓的税款去打车的 你工作完没办法打车 这个我们允许 但是你因为打车 接受了出租车司机的饮料 啤酒 小吃 你这就是贪污 故以恶小而为之 多小的恶 他也是恶 当这桩事件爆发出来之后 日本政府也对所有打车的公务员 进行了严格的调查 最后调查发现 日本有17个部级政府部门 有1402个人 接受过出租车的招待 其中三个人接受过现金 五个人接受过图书券 1344个人 接受过啤酒小吃健康饮料 最后 政府根据国家公务员论旅法 对程度严重的151个人 给予了不同处分 一个人停职 11个人减薪 21个人严重警告 118个人提醒注意 是的 就是这么严格 打车 司机给你瓶啤酒喝 这也是贪腐 就是这样的严格之法 才让日本今天 公务员的连接度 在全球都排在潜绿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 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 下回分解 是的 您记着 词 我是 你 词 詞 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